穿上救生衣 一群人浩浩蕩蕩來搭船游戲湖 每艘船都客滿 但重頭戲是這一攤 等船時間或搭船回來 直接坐下來 烤鵝啊 人潮滿滿 坐無需席 搭船加烤鵝啊 國慶連假 人潮爆滿 因為一個人只要250塊 CP值超高的行程 讓遊客值誇 太划算 我不在這麼便宜的行程 怎麼有這麼便宜的行程 小小店家被擠爆 單一店家第一天就有800人 連假第二天 三個店家合計3000人 鵝啊 一攏一攏 無限量供應 客人吃到八毒毒 我今天吃這麼多了 我吃兩三小時了 國慶連假三天 小琉球更是人潮大爆炸 全部都是玩水的人潮 嚇死了 整個還都是人 不管是深淺浮淺還是玩獨木舟 玩水景點龍喜狼 幾乎都要癱瘓海面 早餐店也大排長龍 點餐結帳 至少排隊10分鐘 超多人的啦 你怎麼看那人 墾丁也是國慶出遊夯點 墾丁大街萬頭傳動 一個晚上七千人次湧入 攤商就嗨嗨 樂得說 年底前這一波國慶人潮 又能賺一波 記得談談屏東 週報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